民进党立委一字排开 高喊的对象是自家执政的蔡政府 因为今年税收有望超征4500亿 是否还税于民 前一天代理部长这样说 如果可以像类似像过去无备券 那种方式那也是还税于民 大家都有嘛 主张能够税收红利 全民共享 补发现金安心过年 占大的一个主张 第一就是补发现金1万 那第二个是加强这个弱势的照顾 那另外持续产业的这个纾困 财政部喊出要再发恩贝券 民进党立委们率先跳出来反对 与其要再发券不如直接给钱 外界也有声音应该优先缓债 中低阶层不是中低收入户 发现金会比较有用 而不是用普发的方式 就连立委们看法也不一 有的认为普发现金 也有人认为针对中低阶层发放 还有人说确诊者在家嘛 确诊者其实就是在发1万的现金 你就给他直接的补助 他会有感的 绿营版本五花八门 而国民党则主张排富优先 那我们主张比照香港跟新加坡 月薪不满3万块的 每个人发现金3万元 还有中低收入户 每户发给现金10万元 相关方案都还在整合各部会的意见当中 行政院也只是 严拟疫后振兴跟弱势照顾的方案 但不论想裁哪一种形式还税于民 要是想在年前发放 只怕难上加难 东森新闻科剑如薛珠李军章新闻 SNG有组在台北 参访报道 周秋二日是许多人的悠闲时光 但是新闻事件不调时间 这些重大的新闻事件 都是在宁静的假日发生 我始终坚守岗位 带来最真切的解析报道 直播深入逻辑演绎将故事一一说给你听 我是房叶涵 周六日新闻不停歇 给您最及时深度报道